嗨,我是Eva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德国经典的煎土豆 在德国餐厅随处可见的一道配菜 先去超市买土豆 现在超市里装蔬菜水果的袋子 从原来的塑料袋都换成了纸袋 Fuze 一看到袋子就要钻 先把土豆洗干净 然后放入一锅水中 煮大约20分钟 在一边先放凉 一块腌五花肉 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用培根 先把外层的皮切去 然后把它们切成大小均匀的肉丁 两颗迷你小洋葱 也把它们切成你喜欢的大小 然后把土豆去皮 要轻轻的哦 不要把土豆给扣坏了 然后把它们切成厚度均匀的土豆片 平铺在盘子上 往平底锅里倒点油 开中小火 把土豆一片一片一片平铺在平底锅上 撒上适量的黑胡椒和盐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土豆片的底部 如果已经焦黄了的话就可以翻面了 动作一样要轻 其实餐厅里面不会这么小心翼翼的去煎土豆片 但是因为煮熟的土豆特别容易碎 所以为了保证颜值 不建议大家直接上来就用锅铲子炒 两面都煎好以后 往平底锅中间倒入火腿肉 炒熟 喜欢奶香味浓的可以加入一小块黄油 然后加入刚刚切好的洋葱 微微翻炒一下 洋葱在最后仿是因为不想它们炒太黄 最后加入一点点小葱提香 你也可以用百里香或者迷迭香来代替 正宗的德国煎土豆 Bratkatoffel就完成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关注 还想看什么德国的美食 给我留言吧